最近,气温越来越高,人心仿佛都变得焦躁烦闷。 如果问你天堂长什么样,相信你一定会说西瓜、Wafi、葛优糖、外加空调16度。 但总不能天天待在空调房吧,还是应该走进自然,寻找天然的大空调。 今天小编就推荐六处真正避暑的天然空调房。 信阳激光山 激光山是中国四大避暑圣地之一,激光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面积很大,山也不高,有高山气候,却没有高山反应,特别适合夏季避暑疗养。 景区内不仅有秀丽的自然风光,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,山上有清末名出不同国别的建筑群,活佛禅寺等。 地址,信阳市南三十八公里处。 自驾路线,经港澳高速护山高速信阳新区收费债,G107机公山。 南洋老建岭 老建岭风景秀丽多姿,他以绿阴如海的树林,清澈不洁的山泉,精致凉爽的木屋别墅,四季各异的迷人风光称秀于河南,享有避暑圣地,度假天堂的美誉。 等你到了这里,你就会发现,这简直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,避暑成阴,绿水成带,山间吹来的风,满袖清凉,不带一丝热气。 景区地址,河南省南阳市西匠县太平镇。 自驾路线,郑州开封郑少落高速,洛轮高速轮川庙子,太平镇老建岭,洛阳木炸岭。 木炸岭属扶牛山世界地质公园,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河南省首家园市生态旅游区。 总年级125平方公里,森林覆盖率达98.5%,植物1886种,高等级动物,188种。 完整的原始生态系统中原罕见,造型奇特的石井北国少有,是原始古老神秘莫测的处女帝,更是人们生态旅游,回归自然的天堂。 木炸岭环山皆是绿,四季景色各异,尽显四面八方生机盎然。 在木炸岭沿着游览的战道,伴着轻轻拂面的凉风,听着各种处鸟鸣叫,这才叫真实的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。 三伏天,温度不会超过21度哦。 地址,河南省洛阳市,松县车村镇。 自下路线,郑州郑阳高速,摇山镇,木炸岭,南阳宝天曼。 景区内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,一进入景区就倍感凉爽,登上海拔1830米的主峰,四周筛峰尽收眼底,山下就是一片碧绿的临海茫茫的原始森林,让人身心舒畅。 宝天曼峡峡谷漂流也是中原一绝,全长12.8公里,九区十八弯的漂流河道,一路上充满挑战和激情。 地址,南阳市内乡县下馆镇,各条排村。 自驾路线,京州高速南廊高速滬山高速内乡宝天曼,峡谷漂流宝天曼。 临州,太行山大峡谷。 临州太行山大峡谷特别大,景区只是开发了很小的一部分,峡谷内清流碧潭,飞扑直下,清幽无比,升为5A后服务配套设施也非常齐全。 自驾路线,京港澳高速南陵高速林平线临时线,临州太行山大峡谷。 玉西大峡谷,玉西大峡谷想是一条飘带,蜿蜒曲折大三十余公里,两侧是620米,至1372米的山峰。 每当夏季来临,峡谷内水流增大,瀑布如白链悬空,深潭上飞珠剑玉,幽谷叠脆,水去蒸腾,犹如行走于仙境一般。 地址,三门峡市卢市县关道口镇境内,自驾路线,连货高速宁落高速正卢高速上戈收费站323省道,玉西大峡谷。